上課 好熱喔 就是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會中暑 對啊 而且上課也會逃火腦炸 各位同學 認真是我們的孩子 有認真上課 認真選手 喔 喔 失照了 我們一定要讓學校順利裝冷氣 裝冷氣一定會很困難 很舒服 當外堂課也會很強烈日本的教室 然後也要有很好的同學啦 你覺得在學校順利裝冷氣有什麼困難嗎 我覺得可能我經費不夠 我沒有那麼多錢 而且有些人也會感冒 最近自己人都想要冷氣 對 還有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要去訪問家長會長囉 有沒有覺得想要裝冷氣怎麼樣 冷氣運的路邊家長會當運 穿雪道 能裝設冷氣 家長會當 需要裝冷氣的原味 大家需要今天學習嗎 所以我們不要受到不激態的 想要跟他轉型下來 有關於家長不願意捐錢 我們想的解決辦法是 大一番學生的家長捐款 就讓那一番裝冷氣 我們有定一個遊戲規則 從高明星到高樓層開始走向 只要我們小朋友定年期 他不要轉學 最早最早都會做高冷氣 每年兩年會分班一次 他說分班以後 不可能把冷氣分在裡面 沒有 現在家長會剛好也在裝冷氣耶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現在可以調查 哪幾班已經裝冷氣了 聽說高年級現在已經裝完冷氣了 我們現在就來調查看看 高年級是不是已經裝完冷氣了吧 第二題一開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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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來調查 五年提示不是 已經裝好熱氣了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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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運的家長會已經 幫我們 裝冷氣了 但是我們還有去 看過 五、六年期都已經裝完冷氣了 我覺得 整個歷程我學到了 怎麼樣都只放棄 但是我覺得 大家要怎麼猜要 才是最困難的 但是我覺得 還是學到了 關於冷氣的姿勢 不是最好的